俄乌戰爭的相關消息 俄國總統蒲廷的親密盟友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在北京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談 習近平在會中強調 中國對俄乌戰爭的立場 就是勸和促談 盧卡申科 也立刻附和他的說法 表示完全支持北京 提出的和談計畫 二十一箱禮炮 加上軍營仗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號 以國事訪問的高規格儀式 迎接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新定位肯定會有新氣象 今天我們將共同撥化 兩國關係發展的新願景 盧卡申科是俄羅斯總統 蒲廷的親密盟友 他星期二展開為期三天的 訪中行程 時間點在中央外辦 主任王毅訪問莫斯科後 會談一開始 習近平就以全天候 全面戰略夥伴 形容兩國關係 肯定白俄羅斯支持中國處理 臺灣 新疆 香港以及人權等問題的立場 並表示中國對俄羅斯戰爭的態度 就是勸和促談 盧卡申科則回應 完全支持北京提出的俄羅斯停戰計畫 並且要防止陷入沒有贏家的全球對抗 中國上星期提出烏克蘭核談計畫 但僅呼籲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 沒有具體要求俄軍從烏克蘭撤離 還批評單方面制裁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表示歡迎中國的提議 但前提是俄國要先全面撤軍 俄羅斯則表示會對中國的建議 仔細考慮 有分析指出 盧卡申科坊中顯示中國與俄國 以及白俄羅斯的關係更拉近一步 雖然澤倫斯基也表達希望 跟習近平會面 但北京並沒有做出正面回應 公視新聞 率您編譯